保质区只有4个月的现代桥梁 有没有见过 关键是过期的时候 死众还特别的惨 这就是在1940年11月7日 被八级海风向你麻花一般吹滑的 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了 八级海风算大吗 放在其他地方算是大风 但在海边吹上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风 那是常态 既然建的就是一座海峡大桥 那肯定是已经把这样的风速考虑进去了 不但考虑进去 还留了很大的荣誉空间 大桥原本设计的康风能力 是能够达到190公里每小时的 也就是16级的狂风 比起要了他命的八级大风 不知道要大了多少 那怎么还会它呢 我是火箭书 今天带你了解一下 现代桥梁史上经典的失败案例 塔科马海峡大桥 人类造桥的历史 几乎跟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桥梁工程师都面临一个永恒的对手 重力 所以这就引出了桥梁设计中最基本的问题 如何设计出一个坚固的结构 来克服重力将自己连同上面的 所有人员和车辆一起拉到水里面去呢 其次还有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如何能够更经济的做到这点呢 毕竟修桥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管是花纳税人的钱 还是花捐赠者的钱都来之不易啊 因此在既好使用省钱 这条路上桥梁工程师们展开了 字字不倦的追求 终于他们等到了时机 随着人们对结构工程的理解 逐渐增加和越来越好的建筑材料得以发展 桥梁工程师终于可以设计出 既轻巧又高效的桥梁了 其中之一就是美轮美奂的旋索桥 旋索桥的结构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桥面两座塔 两根主缆垂下许多杆 这些吊杆连着桥面 于是就把它给吊了起来 说实话这样的外观真的很漂亮 当然有点比外观更重要 由于只使用了两座塔 就能够实现大跨度 材料上自然很省了 而最重要的是钱也很省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呢 由于材料上面的节约啊 旋索桥的结构刚度和强度就打了折扣 使它不得不面临一个除重力以外新的势力 疯 这就是塔克马海峡大桥真正要面临的问题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桥梁设计师对如何处理重力 已经得心应手了 但却对空气动力学还一窍不通 设计塔克马海峡大桥的是 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声誉的 莱昂·莫伊赛夫 他参与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几乎所有大型选索桥的设计 所以在设计塔克马海峡大桥的时候 他信心十足的认为自己可以把这座选索桥建得比以往更细 更轻还更长 换句话说 他可以花更少的钱把它给建出来 这在当时相当重要 因为作为那个时候世界第三大的选索桥 为它融资真的是费尽周折 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才筹了点钱 能不省吗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个创新的好机会 所以莫伊赛夫就放弃掉 使用传统的7.6米横架梁的加固设计 而是改成在桥面两边 用2.4米的普通钢梁来进行加固 失败于是就此注定 最先有预感的大概是桥梁的建筑工了 即便只是刮着中风 他们也能感受到大桥被带跑的节奏 但名师设计人们也没有多想 于是1940年7月1日 塔克马海峡大桥顺利建成同车了 于是1940年11月7日 塔克马海峡大桥顺利的被地球回收了 你一定会问倒塌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其中的一种可能 共振 所谓共振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力 正好与系统的固有频率同步了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荡秋千了 但一个外力 比如说站在你背后准备推你的它 总能在恰好的时间 也就是正好跟你秋千的震荡周期 一致是轻轻的推你一下的话 哪怕每次只用了一点点的力 但这样的共振却可以将能量储存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就可以荡到天上去了 而在这里呢 风就扮演了一位兢兢业业的推手 当大风吹过桥面的横截面时会产生一种叫做漩涡脱落的现象 这是一种在自然界非常常见的现象 当流体在经过一个顿撞物体后呢 会在它后方产生出两道非对称排列的漩涡 两排漩涡的旋转方向相反相互交错排列 运动起来相当有规律 是的 具有特定频率的周期性运动 如果它正好跟某样东西的固有频率接近的话 就危险了 塔克马海峡大桥崩溃的那一天 它不瞧就正好跟漩涡脱落对上暗号了 于是上下抖动了起来 看上去极不真实 好了 共振就是这背后的真凶吗 尽管共振让上下起伏的桥面看起来不像是真的 但更魔幻的镜头全明明是左右扭动着你麻烦嘛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了 第二种塔克马海峡大桥崩溃的解释 气动弹性灿震 还记得莫伊赛夫用桥面两侧的大钢板 换掉了本来的横架梁吗 这让本可以轻松穿桥而过的风遇到了点问题 于是他就只好被迫跟桥面玩起了一个危险的游戏 H型的大桥横接面只要是有一点点的扭曲 就很容易形成低压漩涡 而低压漩涡的形成位置又恰好 最利于放大扭曲的力量 当桥面应用自己的刚性扭回原位时 又在惯性的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扭曲 如此反反复复任再强任的钢篮又奈何呢 塔克马海峡大桥永远的躺在了海峡的底部 当然也成了建筑工程学学生最好的课堂教学片之一了 现代桥梁避免晃动的方法之一 是在桥面中央流出空隙 好让上下表面的压力可以均等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桥面拥有更好的气动外形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 空气动力学不光关乎你坐飞机和开汽车 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其实都是绕五开他的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